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今天解说的是福利连漫画第136137话 感知到福利连魔力的赞恩寻着方向走去 感叹女神大人还真是任性 福利连这边则进入了一个废弃房屋 费伦问福利连读性分析结果如何 听说是没见过的反应后立刻提议现在去教会 但福利连却说太远了 敌人能使用弓箭从远距离攻击 现在走大路无疑是自杀行为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 敌人中的某位可以使用女神大人的魔法 如果只是误入歧途的僧侣还好 但不能否认这个人与教会有一定联系的可能性 费伦看着躺着的休塔尔克 他十分担心 希望能救回因中毒而受伤的休塔尔克 之前他从福利连那里学到使用毒药的小队中 必须有人随身携带解毒药 因此费伦想到了攻击对方以获取解药 休塔尔克因引中战士 酒馆老板沃尔夫的毒箭受伤 因此沃尔夫自己很可能携带了解毒药 费伦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 福利连应该一开始就想到了 福利连则反问道 如果我告诉你的话 你肯定会大闹一场 费伦说如今这么紧急的状况 自己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福利连强调 这里是帝国首都 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法文明 这也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着想 如果真的在这里打起来 不小心或其平民的话 这里所有人都会变成帝国的敌人 帝国的魔法史比想象中更可怕 费伦说 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吗 两人快要吵起来的时候 就在此时 房门突然打开 费伦以为来者不善 毫不犹豫地拿起法杖 随后二人发现是赞恩来了 赞恩探议他以为再也见不到福利连他们了 福利连微笑着说 自己当时说的可是再见 赞恩立刻来到修塔尔各身前 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能试试了 对于赞恩的出现 费伦颇为惊讶 福利连表示 在逃跑中就感知到了赞恩的魔力 于是故意朝他所在的方向跑了 还故意释放魔力 以便让赞恩察觉 反正都已经被女神魔法追踪了 无需再隐藏魔力 而且赞恩不是敌人的追踪对象 不需要担心被攻击 这是与他安全会合的唯一方法 福利连教导费伦 虽然找到赞恩只是偶然而已 不过魔法使还是需要 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足够的冷静 才能利用好这种偶然的机会 不一会儿赞恩的治疗就结束了 接下来要让修塔尔克好好静养 他甚至说 你们挺走运的 这种剧毒即使是擦伤也会立刻致死 如果中毒的不是修塔尔克 恐怕人已经没了 福利连了起了赞恩来帝都的原因 赞恩回答说有点事要办 他觉得大猩猩说不定在这座城市 问福利连现在是什么情况 影中战士这边 修女罗雷告诉酒馆老板沃尔夫 他们正停留在废弃小屋里 沃尔夫问 能不能把他们逼出来 这样就能发动攻击了 于是罗雷让加泽拉执行这一任务 并提醒加泽拉 废弃小屋已经是通行范围的边缘 如果对方不肯迎战继续逃跑的话 切记不要深追 加泽拉收到指令 奔向废弃小屋 说回福利连这边 赞恩听福利连讲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们现在虽然搞不清到底和什么人在打 却被敌人的反向探知逼到了绝境 对方配合实在太好了 一定有蹊跷 赞恩用食指抵住福利连额头发动魔法 说自己通过分析敌人反向探知魔法中的脆弱部分 可以得到对方僧侣的位置 赞恩询问有没有地图 却不料福利连竟随身带着 原来是因为任务关系被强塞的 打开地图后 赞恩开始举例说明 他在地图上指出了一个位置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们 敌人的位置就在这里 你们能毫不犹豫地对其攻击吗 福利连坦言 光这一点就要训练很久了 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伤其平民 在城镇里引发骚乱 这么看来 对方也想尽可能地比开这种情况 随后表示自己明白赞恩的意思 那就是对敌人而言 女神大人的魔法不只是用来辅助战斗的 而是作为战斗的根基存在着 随即突然听到身后又响动 刹那间 加自拉已经手持匕首袭来 就在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 从治疗里恢复过来的修塔尔克 出现在了身后 挡住了这一击 在这争取到的短短几秒内 费伦则已经可以瞄准他发动魔法 一声巨响后 废弃小物被费伦开了个洞 远方射来了沃尔夫的箭尸 但被修塔尔克轻松当中 加自拉躲到了墙外 沃尔夫则称赞他干得不错 这样一来就能把对方逼出来了 福利连一行人放到桌子躲在后面 他称赞修塔尔克刚刚的表现很棒 赞恩的治疗技术也很可靠 赞恩则说明明说过让他进阳 但他也很惊讶 修塔尔克居然这么快就能动了 福利连欣慰的感叹 修塔尔克也慢慢有战士的样子了 随后问赞恩 刚才在地图上指的位置 就是敌方僧侣所在地吗 赞恩回答就是那里 福利连告诉费伦 敌人的弱点就是太过依赖女神魔法 费伦也立刻明白了福利连的意思 擒贼先擒王 聊到这里 费伦看向福利连 福利连心领神会的说了句 可以 并露出了信任的笑容 既然已经动手了 相信这种距离的话 现在的费轮是不会失手的 他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确保射击路径 驱射会破坏周围建筑物的屋顶 说不定会击穿 整座建筑物的上层区域 即使知道了敌人的位置 依然没法确认 射击途径上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目前来说 只有从空中瞄准后 发动攻击这一个办法 但是这种办法太危险了 如果是沃尔夫这种级别的射手 完全就是独剑的靶子 轻易就能射中 只能靠全面展开防御魔法 堵一堵了 说不定可以硬扛过去 虽然对面可能有射穿防御的能力 就在此时费轮提出 昨天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能不能用魔力探知去测定一下 这倒是个可以一世的方案 正当对面还在奇怪 福利连一行人怎么还没有行动时 费轮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天空 沃尔夫剑没有展开防御魔法 正想向费轮射箭 福利连笑了笑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就在此时 国庆节烟花绽放在天空中 沃尔夫没办法确定他的位置了 贾轮立马猜出 他们的目标是修女罗雷 罗雷也猜到了他们的目的 已经在撤离了 既然没有射射过来 那么敌方射手果然在攻击的时候 十分依赖适应 虽然离烟花结束还有些时间 但是费轮感知到 那股魔力已经消失 对面一定是隐藏起魔力转移位置了 这座城市里有太多人使用魔法 也有太多有魔法反应的东西 非常影响他的判断 但他已经记住了对面的魔力 一定能把对面找出来 罗雷也反应过来 对方也有优秀的僧侣 通过反向探知知道了他的位置 沃尔夫让他在烟花结束之前一直逃跑 但罗雷体能并不好 休利特那个酒鬼还在巷子里吐呢 也没法背着他跑 加泽拉也不能回来帮他 他不继续牵制弗利莲的话 他就能自由行动了 弗利莲正在仔细地分析局势 休塔尔克虽然醒了 但还没有完全恢复 刚刚是强撑着站出来保护大家的 如果他失手 同伴就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他还没有彻底确认 对面战士的位置 情况相当的不利 如果他能用魔力探知 捕捉到对面的位置就好了 但是他能想到的 对面也能想到 在如此混乱的烟花中 精准找到费伦的位置 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家伙 他不禁想到 敌人有这种传达空中坐标的手段吗 如果不能 那么一定会用魔法对费伦进行干涉 正如弗利莲所言 罗雷找到了费伦 准备对他进行魔力限制 让他从空中摔死 没想到他释放补福圣咒的同时 费伦不负众望地找到了他的位置 对他发动了攻击 精准地射中了弗雷 赞恩问会不会太高调了 但弗利莲说 只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 周围还都是烟花的火光 就算有些许异常 也只有个别高手才能察觉出来 当然 正因为会被高手发现 所以他决定赶紧撤离这里 果然这番交战 被摸倒特务队的人发现了 卡诺恩和维格说 告诉诺一元帝待命 不准再胡闹了 顺便确认一下被害状况 维格说 维持治安担任贵族的护卫 还有无聊的文书工作 明明就不是他们应该做的 弗雷斯队长到底怎么想呢 卡诺恩说 和他相处了这么久 也摸不清他的想法 但是等理解之后 自己已经是站在战场上了 引中战士那边 罗雷受了一击 直接昏了过去 幸好有这身具有魔法抗性的长袍 救了他一命 不然就当场毙命了 他们只能撤退 弗利莲和冉泽 法尔修等人会合 冉泽告诉他 可能是被引中战士的团体袭击了 法尔修说道 敌人之中有僧侣这件事还挺麻烦的 帝国有如此强大的魔法技术 还能解读女神魔法的进度 比别的国家更快 不过这次交战 也算了解到了对方的战术 冉泽还想说些什么 弗利莲表示无需多言 他会帮助冉泽他们完成这次任务的 他只是陪着费轮这个一击魔法使而已 随后他还说 冉泽不需要那么害怕 塞里耶是不会死的 冉泽感叹 他真是和塞里耶一模一样 应该说真心这么觉得吧 毕竟自从精灵大魔法使米诺斯 20年前被帝国所属的战士来为讨伐 大家就意识到 精灵也是会死亡的 就连塞里耶也觉得不管自己生存了多久 说不定明天就会迎来死亡 只能靠他们拼尽全力保护他了 赞恩了解了大概的情况 原来是众人被卷进大陆魔法协会的任务里的 不过他倒是没想到 费轮能在一级魔法使的考试里合格 费轮却说弗利莲没合格 赞恩问为什么的时候 弗利莲回来了 传达了一下刚刚和他们说的话 让他们好好休息 他没想到能在帝都见到赞恩 赞恩说自己为了追上大猩猩 一刻都没闲着 虽然到这里也不完全靠自己 话音刚落 任泽带着兰特他们回来 准备一起分享利莲收集到的情报 画面一转 赛里耶站在帝都的大门面前 感叹事事变迁 这里和以前真是不一样了 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这里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